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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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聽眾觀眾 早晨 4月19日開始今天的千禧年代 我是葉冠林 先交代一些靶場的消息 由現在到晚上9點 粉嶺身為大嶺靶牆和青山靶牆有射擊練習 夜間練習時區分掛紅旗指示 夜間練習時區分掛紅燈指示 國家人士千萬進入區內 以免發生危險 今天早上首先談談房屋的議題 有幾範都可以談 請來一位嘉賓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尹兆堅 在節目中 厲害了 早安 早安 不如先說說我們的綠字居 綠字居的數字怎麼算 香港經常說要有長遠房屋策略 說說未來十年希望能夠出現46萬個單位 當中說28萬是公營單位 20萬是私樓 公營單位裏面又再分出出售公屋 就是建20萬個 另外大概8萬個是出售的資助房屋 所以大概分開三類 關鍵就是新落城的樓怎麼算 都很影響到整個格局 綠字居這件事 打算給綠表市民獨有 拿出來之後買了這個單位 理論上是騰空他的公屋單位出來的 關鍵就是綠字居當作哪一番呢 昨天在立法會的財委會之上 看到有人問陳凡局長 他說綠字居應該算作是公屋 出租公屋的數字 他說因為在輪轉方面 綠字居有很重要的作用 怎麼看他這個計畫呢 有人問那個人就是我 剛好我問那一條 其實我當時只是問相關題目而已 就是未來五年 剛才阿倪冠林說了十年的數字 未來五年的數字就是 七萬五就是工程房屋 二萬五就是資助出售房屋 前者出租後者出售 二萬五過去我們一般理解就是居屋 就為之這樣 其實也可以包括部分 譬如當時主要是這樣 主要是說不關其他事 後來我就問他 林鄭又說有首字上車盤 首字盤會收拾數字的 居屋六字居又怎樣 他講一講 反而說首字上車盤 就不計算這條數字 現在現有預算的二萬五 並不包括將來會有的首字上車盤 如果是成功的話 假設將來有五千個單位 是首字上車盤 假設這樣說 這些申訴是額外的 就不會是放進去 就當我現在就要達標了 其實我最關心的是什麼呢 你就不要拿了現在的土地資源 放了一條數字進去 就蓋了一些東西 因為那個是沒有意思的 你的衣服轉了 都是這麼多人而已 你十個人站在那裡 換了多少款衣服 紅藍黃綠都是這麼多人 我就覺得不要玩這些 異形換影的東西 始終因為市民的住屋需要很重要 我就想問清楚 誰知道陳凡就吃了城市豆沙包 因為我們之前在立法會都追問過 到底六字居是怎樣計算的 我沒有記錯一兩個月前的 房屋事務委員會 都問過當時答不到的 沒有明確答案的 說接下來還要想 昨天他就說 是會將六字居 這種新的出售房屋 是計算在公營房屋的數字 計算在七萬五那裡 即是出租公屋那部份 是的 我當然覺得有事 你只是讀數 他說他們爭論就不是 那些原本都是公屋居民 他買了一個單位 騰回一個單位 那就是公屋的數字 那就好笑了 如果是這樣居屋 都很多人用錄表買屋 是的 那你的數字就亂了 我們為什麼堅持在爭論呢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房屋規劃問題 如果不是長冊 都不用有一個6比4的比例 這個比例是重要的 而這些數字的變化 如果是不理它 逐年變下去可以影響 我舉個例子 現在六字居剛剛行常化了 我上幾次上來的節目都說過 我是很擔心行常化之後 大家會增多足少的 除非你增加供應量而已 但看來未來三五七年都很難大幅增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只不過是搶了人的麵包 給別人吃而已 我覺得這樣也不是一個好的辦法 所以我就特別關注這個問題 我當時已經問陳凡 可不可以明確一點交代 到底六字居的數字怎麼計算 終於昨天她說了出來 我很震驚的 因為數字一錯了 不是叫錯了 叫做了下去 我舉個例子 例如林鄭最初每年4,800人 現在我們吵完之後是2,500人 這是下年第一次 如果每年 未來五年 平均都是2,500人 就是12,500個單位 公屋那邊的供應量 就平白地用了這條數 頂了12,500人 那邊就好像達了標一樣 公眾是否給她有一種誤導 你不要騙你 至少誤導了以為供應量達標 甚至可能如果這樣算 有機會要超額 我覺得這樣是不公道的 就是你作為政府 你的數字清清楚楚告訴市民 到底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作為議員 作為代議士 我們亦都有責任去監督她 並且提供意見 其實我也經常提供意見 希望她做得好一些 想一些方法 不幸的政府不是經常聽的 但是這條數一亂 大家就沒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去討論 社會人士也好 公眾也好 評論員也好 或者以致議員也好 是無從監察 或者很難去估算 甚至牛頭不搭馬嘴以後 她在說 我就達標了 七萬五 接著我說 不是 你當中有二萬多也不是 所以你只剩下四萬多 五萬多 你明明這個混亂在哪裡 我就覺得 這樣等於私底下 將公私形比例調了 調了一條 將公屋的出租 以至資助出售房屋的比例調了一條 這是很差的做法 你覺得應該怎麼擺在六字居 六字居很明顯就是一個出售房屋 如果六字居的分別 跟居屋有什麼分別 只不過是便宜一點 為什麼便宜一點 因為她自己說是清水房 建屋規格比較普通一點 居屋就比公屋好一點 另外因應到接貨的階層 那個節樣根據現在就是六折 市價六折 當然我們批評跟市價掛鉤是不對的 市價六折現在都很瘋了 大家都知道六折下期已經 望八千 望八千 衝九千 挖一萬元看著來的 我們很擔心的 但怎樣也好 它都是有少許節樣的 便宜一點的 如果是一個八九千元起標的 一呎起標的一個住房 和居屋這麼類似的 為什麼居屋又算是資助房屋 六字居就不算呢 很明顯是玩數字遊戲 蒙運公眾 但現實上現在六字居找出來的 那些盤似乎都是原本打算 用來做出租公屋的盤 現實上它本身在規劃之上 或者現在短期內拿出來的 都是原本的 我同意 雖然我剛才也說 如果我們只是在我們手上 現有的狀態 維持不變的情況下 是沒有人有魔術棒的 包括我 認真地說 但政府不肯聽一些大刀闊闊的意見 我覺得你一天不在麵粉著手 我們每天在哭哭哭說麵包不夠 是沒有用的 市民都是沒有包下肚的 沒有食物放下肚的 我很希望政府可以聽聽 所以很多時候一說房屋 有人說房屋就不用說土地 或者說土地太遠 沒有辦法 房屋和土地必然一定要一起談 我覺得最近傍 就是接下來 這個我也經常說 哥爾夫球場的情況 2020年到期 政府經常想一些中短途方案 其實這個是最短途的方案 接下來兩年就有一大屬地 即使可以做到事 當然做任何事都有代價 我不會平白地毫無代價 例如你說對哥爾夫球業界 有某些影響 我上次來過說過 我覺得都會有的 不過我們要平衡社會的需要 有些需要是壓倒性 凌駕性 住屋一定是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要政府聽聽意見 接下來另外有一些短期的做法 例如最近他一直說公私營合作 但那裡公私營合作的房子都是賣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不是建公屋的 公私營合作 我就覺得與其公私營合作的話 不如為什麼不用收回土地條例 向相關方面的地產商收地 那他是農地就農地賠農地 不如給甲給他 我覺得是豪給他 我會大膽一點這樣說 你知道農地賠償有甲月餅 甚至農地賠得好一點 有些特惠金 過去在收地的過程中 某些情況下都有些特惠金 我覺得這些是可以照做 我不會因為他是財團就欺負他 但反過來 不要因為財團就鬆章給他 如果這樣做的話 是不是可以做到葉冠林正說的問題 分樓 這些出售的房屋就在那裡發展 而如果是政府收地的話 當中有些規劃可以跟回現在的公私營比例 以至我們公屋裡面出租 以至出售的比例 完全可以在政府手上操控 去做到 為什麼這麼好的方法不做 反而一定要跟地產商分利潤 才可以推行這些東西 這個轉頭可以再次說 如何賺土地 但我想回到六字居的數目 為什麼 政府剛才說 為什麼覺得六字居應該算是出租公屋 因為他覺得這個產品 對於公屋的流轉 或者提供公屋單位 其實很有用 他舉了一個例子 或者我們可以找到一個例子 就是警泰院 857個單位 最終是收回超過800個公屋單位 所以對他來說 說一條數目就會覺得是真的可以提供等量的公屋單位給輪效冊的人 他經常說一條數目就說 翻新也六個星期而已 延遲六個星期 但最終的量也還在 當然是 但我們上次也說過 第一 他翻新的期望是有一點過分樂觀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沒有說一些部分 包括大家都知道派樓不是那麼簡單 很少人一次派對的 任何這些當中的轉折 都會構成派樓的進度緩慢 輪候拆那個滯後 當然這個在整個輪候這麼長的情況下 多半年多幾個月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覺得不致命 所以他覺得值得做 第二我覺得社會有一個預期 反而可能是 預期是什麼呢 就是原本你不是有這樣的安排的話 根本申請出來的公屋 就是新增公屋供應量 你現在把他攔腰截了 做了一個陸志居行常化 其實那個數字已經減了 減了很少 但他會覺得857 對於警察院的例子 最終收回800多 可能不見幾十個 按百分比也有九成多 你說那個收法院的例子 可以流轉到公屋單位 我不反對 其實如果你之前聽過我都知道 陸志居我自己對於行常化 我最大的戒心是什麼呢 就是數量不可以太多 因為你不能夠排除 就是有些公居民是 希望接安居的 但是我有一個比喻 我上次也說過 就是現在我們是房屋大飢荒 房屋大飢荒的時候 就不要那麼大花童了 有些人有需要的時候 根據他的邏輯多過接街梯 但是就不應該影響最飢餓的人 最渴望上樓最有需要的人 這是我自己的原則 但是變成那個麵包兩個人吃 一個公屋居民又可以有 滿足到他自業的希望 不會不會兩個人吃 換了而已 沒有增加到數量的 數量是不變的 那你一個原本住在公屋的人 可以有一個自己喜歡的單位 所以我上次有說法再簡單一點 其實這個就對應到我們的倡議 就是為什麼政府不走出售公屋政策呢 就最簡單了 你問問那幫這樣的市民 如果現在自己住在一個公屋單位 他真的想自業安居 如果用回舊有那一套 當然我建議要改良 如果轉售限制要加強 你看到現在的出售公屋的租資計劃 那些公屋都買到四百多萬 我覺得很離譜 然後變成私人市場的炒賣工具 我是看不過眼的 我覺得公營火的資源要留在公營市場 不要搞亂了 如果真的有出售公屋的話 很應該就是有轉售限制 包括長年期以及有限售對象 包括賣回房委會 或者一定要賣給公屋去問 這個不會撈亂的市場 也不會變成炒賣工具 所以我覺得在這點上 我是建議如果政府正如這麼說 不如你走出售公屋政策 乾手正的 建出來的新樓大家有預期了 那些是新樓 新增的公營房 住的由租 自己的單位由租變了賣 性質更簡單 是不是比現在更乾手正呢 現在你有一個更不好的情況就是 你將一個家庭 無端端要背著一個重磅的生活開支 現在樓價這麼高 那個六字居其實說市價六折 市民都好像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好像 有一種黎曼做一種憤抗氣氛 就覺得每個人都買樓 這麼高買不得 政府突然給了一個六千元 上家五、六千元 很好啊 湧出來 你計算一下數據 其實我們看數據 大部分都是要供樓供到自己家庭入息一半或以上的 那是不是能夠捱到呢 經濟逆轉的周期 過去我們回歸後試過的 那我真的在這裡趁這裡用多一點時間說一下 就是我真的勸大家小心的 因為現在你知道 如果有《劉爾新聞》也知道那個聯匯的衝擊 息口加息期的真正效應 開始見到 之前大家說加息也沒有影響 不覺不覺的 但是終於有些端藝出了 那到底那個經濟逆轉 樓股的情況會不會下行呢 那下行有什麼不好處呢 那些人經常都說下行我不影響價 很大影響的 有兩點我要提醒大家 第一就是經濟逆轉 你那個供樓能力會不會受衝擊 如果你覺得我沒有的 我份工是鐵飯碗 那我沒有所謂 你貴買貴住而已 那就坐盤那個損失的 我覺得最慘的是 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不留意 如果你的樓價跌幅比較大 是銀行會召喚的所謂 就是說那個差價我要你現在退回給我 這個是很大劑的 我覺得最近的評論是沒有人提起這件事 以前的慘痛經歷 你每個人都試過了 所以我覺得這點要講到這裡 就是陸志居你叫那些市民 去買居屋也好 陸志居也好 他由公屋退了出來 你就叫他騰空他現在的單位 去接了火棒 騰給其他人 那是不是又是一個更好的做法呢 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個最乾手正腳就是 出售公屋賣給他自己 另外新的那些公屋就是公屋 然後新的陸志居就是陸志居 新的居屋就是居屋 就不用混亂了 另一個你也關注到的就是 首置盤究竟是當什麼 現在就視它私人樓宇統計 這點你沒有意義吧 這個沒有意義 這個像是一個恰當的處理 這個應該他說拿一些新的土地回來 就不是拿一些官營土地來建的 他當日承諾了這個 剛才你也說到最關鍵 就是麵粉最重要 麵粉那裡 現在也說有大辯論的 接下來就很快來的了 現在看到有些風都開始傳出來 說其中一條數 如果要大辯論就要找地 找多少呢 現在就說證股評估 一千二百公頃的短期缺口 當中有近七成是要2026年之前找到的 看到數可能有八百公頃 是要在2026年之前找到的 你怎麼看政府這個立論 老實說 這些數都是叫project出來 即是估算出來的 從來這些估算都很難說有一個統一說法 因為我也聽過坊間有些基金 大家也知道 其實我們是欠幾千公頃 有些是再多一點 三千公頃以上的 有些就說是千二百公頃 譬如我政府2030加的股算 在未來就欠一千二百公頃的土地 但是不要緊 我覺得最少 如果大家視頻聽的時候 你理解最低消費也要一千多 去到2020多就要八百 有些人說是誇大的 因為這條數有些民間措施也好 我就不太覺得誇大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的確面對一個很緊張的土地坊 這個坊不單只是房屋坊 你看看我們GIC用地 我們各區都不夠公園 很多區都是低於規格標準 我們很多區都不夠街市 這些東西都要建的 我們不是建完屋之後 旁邊又沒有公園 一落樓轉左是屋 轉右又是屋 社區不可以這樣的 所以規劃是重要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這些大型的發展 要有各方面的配套 GIC用地也是在欠 另外商業樓宇 甲級寫字樓宇 香港也很不夠 長遠我們不捕捉到 也影響我們整體經濟發展的力量 推動力會受阻 所以我寧願他 他們說他會不會都是古大了 我覺得寧願大就好過小 第二就是大了就多餘了 不多餘的 我們香港欠了一件事 政策是沒有的 所謂叫做land bank 就是土地儲備的一個數 政府不是土地儲備表有 賣地那些嗎 賣地就有 我們自己作為一個 就是土地儲備表 作為一個未來可以動用的土地發展 整體是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是要做的 就是說我們未來還有 作為公營房屋的土地有多少 或者整體土地有多少 有一個這樣的全盤概念 而不是只有賣地表 這樣就會好些 讓我們有一個 叫做長遠規劃的視野 並且叫做好像持家一樣 如果家庭主婦就明白了 是不是煮飯 我手上有多少錢 咦不夠 去找吧 儲多一點 那就不會出現一個斷農的情況 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 土地供應斷農 一斷農就整個所有的建設項目 包括房屋就出現大饑荒的情況 好 同意了現在短缺的立論 可能是2016年前缺八百公頃 怎麼找些地回來呢 現在就大辯論 其中要問 之前就有些風都傳出來 很快就開始了 有幾個方法會做的 包括到18區那裡 放一些街站 就會收文卷 另外網上也會收視民意見 因為都挺複雜的 據聞有十幾個選項 十八個 另外又會搞四場的公眾諮詢會 之前就傳這些 後來現在最新的說法就是 都可能加入電話民調 隨機抽樣的民調 怎麼看這些收集民意的方式 電話民調我當然同意 其實原本就沒有 我猜可能有其他政黨也有說 我們民主黨就上個禮拜 跟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有個會談 大家交流一下意見 那次我也很強烈要求他們 要有電話民調 原本是沒有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也感謝他們最後採納我們很多人的意見 原因是什麼呢 只是到一些街站 我是有點擔心的 這個就是統計學問題 方法學問題 你告訴別人 我會全港有十個街站 定了時 我會來收集民意 你猜結果是怎樣 如果別有用心 我舉個例子 我不要說誰 任何一方都有機會 我會不會動員那些人去炸你 我排長龍排幾百人 你在那裡站那兩個小時 就全部都問我的意見了 我就是反對 旭哥爾夫球場的 或者另一邊 我只是支持旭哥爾夫球場的 我覺得這樣也不好 科學一點的方法 是否應該整體 有一個所謂 質性和一個 數量化的研究 這樣就會好些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如果你落區那些 這麼密集的對談 我覺得那是一個質化的研究 那你量化 就是透過電話民調 透過大學 做全港民意調查 我覺得加上網上 加上它有些座談會等等 你聽的意見就是混淆 就是我有一個基本的基數 知道全港的百分比多少支持一 多少支持二支持三 18項是怎樣 而同時過程中 我看到葉半林就著三 他有這麼特殊的意見 我聽到也是 分析就比較混淆一些 原本我覺得是有些缺陷 聽眾怎樣看 可以來聊一下 172.3 待會再聊 繼續跟我們今天的嘉賓立法會 防屋事務委員會 副主席尹兆堅談談 電話172.371 172.371 剛才說過兩個大的議題 一個就是綠置居條數 怎麼計 應該背進去 降起了綠置居 是出租公屋的部分計 還是當出租資助房屋的部分計 陳范局長就說 應該可以視助公屋的部分計 你怎麼看這種計法呢 另外就說到接下來的土地大辯論 怎樣能夠最吸納到一個民意 怎樣最公道呢 大家都可以講一下你的看法 172.371 不如先聽聽聽眾的電話 有鄭先生打上來的 鄭先生你好 你好 兩位好 請講 我覺得現在的房屋的價錢太高了 例如現在的綠置居 雖然說是綠置 但是計算起來 都去到三四百萬 一般家庭 如果你說現在還有些小孩 還在那裏求學 一般家庭 都很難說可以換到 我覺得 行一個售賣公屋政策這樣 那就會好些 但是 不可以再在市場上自由轉賣 因為現在 有些是出售公屋 好像這樣 有些朋友在長青那裏 剛剛搬進去 他買的還是很便宜的 還是二十幾萬就可以買到 這些機會難得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容易進去 但是 再用一種新的形式 現在他們那種還可以自由買賣的 就是你買了之後 如果保護了地價都可以賣 他們都可以賺到錢 但是如果你說 最好現在壓制炒福 令到那些人 不要再有炒的念頭 最好就是 將市場 只可以賣回 給將來想買公屋的人 就是怕年輕人大了之後 那個家庭總收入 就超過了那個入息 限額 但是呢 你的家人雖然超過了 但是不是說 富裕都可以去市場那裏 或者買那些私人樓 那些很貴的嘛 就不用說 那些時候 就像現在那些 揭出了戶口 然後出去 他又要找房子 變成租友人多 買私人的樓又多了 市場一來競爭又大 又多了 那些人炒的樓 就難跌 而且炒得很厲害 變成現在市場不健康 OK 我多謝鄭先生 蕭基姆回應一下 我同意鄭先生 鄭先生不是說了 令我很開心 其實我的方案 也有人支持 就是你一定要是 當然社會就有權利有義務 你的樓價壓得比較低 比如舉過來脫勾 以至出售公屋 我們的目標就是 其實壓制炒福是原先的原因 我經常說分割房屋市場就是這樣 因應他需要來分樓的人 那你真是住屋需要的人 你就用這個方法 那如果你是住屋需要的 有什麼理由幾年後 你就要一到期 拿去賣呢 那是不是自相矛盾的 那我覺得所以 如果那個住屋需要的宣稱是真的話 那個長的限售年期 以至限售對象 其實對他們應該沒有影響 除非你不是為了這樣 好像港銀港地那樣 那些就即時出現亂子 另外聽到一個聽眾 還有陳女士在這裡 陳女士你好 早晨 我想跟尹議員說一下 為什麼政府經常說決地 其實有些說要填海 或者過月虎球 那些說要很長時間 但是有些公務員合作社 他又不理 其實那些地方配套也很好 但他又不理 你指那個公務員合作社 那些公務員合作社 租了很多年 現在被買了那些 那些路程上是挺好的 其實他又不理 但是留層也低 如果高空發展 其實那些都起了很多路程 那是另一個議題 你說得對 那時候是社會的少人討論 因為飯事已經很多 那個是只能談的 那時候是何秀蘭議員都說過 不過後期就沒有影響了 你知道那些燙手珊瑚議題是這麼用來的 但這個點是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所知很多已經是很舊的 很多年齡的樓 是呀那些五六十年的樓 還有那些那些業主已經是很大年紀了 要上上落落 其實他們都沒有什麼要求 你怎麼建一層給一塊單位 即是重建了它就釋放了土地的面積 就建高一點多些人可以住 其實你沒有說官商勾 你可以不讓私人做 你自己做 那你給一個單位你自己其他 你就可以自己賣也好 給一般的市民住也好 其實你說是好處 到時你要買賣就保地 不要緊要 好像市區重建那樣做而已 其實這個模式 多謝他的意見 多謝陳老師 我答應你我回家跟這個 跟著這飯吧 吳生在 已經有很多的貨物議題 但這個其中一個我覺得都是值得想的 其實剛才尹雪娟也提過 港人港地 不如又說這個話題 最近有個數出來 之前梁振興政府 那時候港人港地 啟德找了兩幅地 結果發展了這個啟德一號 做了港人港地 當時有個條款 就說要30年內就不可以動的 30年後就可以申請動 不給賣不給租 是的 但現在有個數出來 就說1,169貨的啟德一號單位 有721宗已經有申請轉售 四成 是的 那些說到六成 四成 七百多 大概是1,800戶 1,169戶 他就說 我看數字 我的總數是1,800戶 如果我看機數 如果是兩邊加上租 就應該去到八成多 就是相關的人等 原本買的時候 知道有個限售年期 我不知道當時他買賣合約 律師或地產代理有沒有跟他說 應該有 大家都應該聽過這件事 很奇怪 這個限售年期等於認同虛設 上年10月入伙 到現在已經幾月了 是不是大半年的時間 已經有八成人 去到要求賣 或者是出租 很明顯自住需要 並不發揮到功能 梁振英的政策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最失敗的房屋政策之一 港人港地 是做不到居住的 港人炒就有了 港人炒樓 港人炒地 但現在給他動 都是限港人 接貨 是 但沒有關係 現在市場的情況去到這樣 最重要的是原意 現在這種是某一類 他們不能說是資助房屋 但他的確屬於某些批地條款 上面有些規矩 你可否可以 舉個例子 以前房協不是有夾屋的 但這一類的房屋 其實都有指涉性 指向某些人 希望大致某個社會功能 希望大致某個社會功能 但現在這個恐怖已經是做不到的 但當日我記得出這個樓盤的時候 發展商的價格都挺盡取的 都貼著市價這樣賣的 會不會當時其實買家的期望已經是覺得 雖然說有個條款不能動 但可能一申請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難度 才會這麼貼價呢 如果說明30年不給賣的樓 按道理應該要截讓一大筆才能賣出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巧合 一來那些人就似乎無視30年限制 二來他就真的可以突破30年限制 現在的數字就是他入伙幾個月就申請 現在地政總署就批了 地政總署就好像霧臉雞龍一樣 如取如葵 一申請都給的感覺 我就覺得這個處理方法是很差的 其實你賣地的時候 你截讓給了地產商 然後加了這麼一個條款 為什麼地產商沒有賺少 你考納明目 做了明目之後就好像找了數 港人港地 到最終都是一個慘壞盤 做到什麼功能呢 所以我覺得這類有特殊社會性的房屋 你如果針對是要港人煮屋 我覺得有些批你條款的截讓 以至是便宜一點 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重點就是它的價格 你一定要批在某個位置 並且在限售上是做得好一點 這次是一個很差的 之前也有人批評過 他也不只賣一伙 誰知道賣一圈 什麼叫自住 不過剛才你提到 關注到地政總署是不是把關鬆 但由於現在都批了這麼多 就算你現在叫它 沒用的了 現在只剩下一成幾兩成 因為剩下的 但是因為你立不住 按照你要一個公正性 前人批了後面 你突然間閉著它 不批又不行 是不是按照你就等於整個 應該這麼說 大家不要再就住這個樓盤 怎樣可以撥亂反正 寄予任何期望 我很認真地說 剩下這麼少的單位 就算它申請與不申請 現在把關都已經沒什麼用了 地政總署甚至乎有答覆 答覆媒體的說法是 沒有收到這個屋苑 裡面有任何新增的投訴個案 譬如有人違規 當然沒有了 大哥你都批了 怎麼會有人違規 好了 房屋議題方面 今天跟我們嘉賓尹兆堅聊天 謝謝你 謝謝各位 兆堅是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實況港台電視32 港台電視31 節目多元化 絕對比你更多選擇 經驗傳承 智慧共享 成功人士爭存成功心得 成就揚類文明 托闊視野 深入探討眾多議題 掌知識 更掌見識 看港台電視31 絕對有得選 187231 千禧年代 繼續千禧年代的時間 剛才說房屋的議題 未來十年有個供應目標 房屋供應目標46萬 當中28萬供應房屋 20萬私營 現在要找到這些單位 要符合目標相當不容易 陸自居如果建好之後 當作哪一飯呢 當作供應裡面的出租 出租公屋還是出租資助房屋那一飯呢 都很影響看到哪一個 可能幫到他達標一些 所以剛才尹兆堅也很關心 陸自居怎麼計算呢 陳范國長就說 陸自居應該計算入出租公屋的數目 大家怎麼看呢 可以打來講一下 17231 尹兆堅就說應該撥回去 出租資助房屋的部分 好像比較適合 你會怎麼看呢 聽聽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你好 早晨 早晨黃先生請教 因為你陸自居本身那個原意呢 都是一種公屋來的嘛 不過你現在想是多些人去 就是住房屋 那你是想解決房屋問題 那你現在是賣給人 現在不是租 那你賣給人的言語就說 哦 等多些人去住 那既然他有得住了 那現在那些人都是真的想住的 不是我們炒嘛 你防止他炒就這樣 那你用本身你的成本價 賣給香港的永久居民 但是如果將來你賣的話 你一定要賣給政府 賣給政府 用折頭去賣給政府 比如說你說七折才賣給政府 七折賣給政府 不准賣給外面的 就是以你的買入價的七折 那買入價是怎麼做呢 就是用成本價計 那你現在 譬如政府你現在一呎 起要 成本是要七百元 或者一千元 那你就用一千元去賣給那些 永久居民 嗯 這樣就解決了他的住屋問題 那些人買的時候就知道了 這間屋就不可以賣給外面的 是只有住的 如果你要賣給政府 就用你買入價的七折 給政府 買入價七折 買入價你現在用成本價去賣給他 即是他也要虧一些的 是的 那你要虧的 OK 那你住嘛 你解決住嘛 你現在政府是想解決別人的住嘛 是嗎 好 黃先生也有條條交交出來 大家可以一起想想 房屋議題暫時談到這裡 接下來又關注一下 我想很多人都關注 今天有幾份報章都來做頭條 香港歡頻 昨天說了一件事 就是有些客戶的個人資料外洩 這是一個嚴重事故 說到涉及到大概38萬條固網 和IDD客戶的服務申請者的記錄 包了什麼呢 包了這些人的名字 電郵地址 通訊地址 電話號碼 身份證號碼 還有大概4萬3千條的信用卡資料 佔了公司360萬客戶的記錄11% 而牽涉資料庫 據說是一個已經停用的資料庫 但又放在線上 這樣就被黑客入侵了 公司說禮拜一知道這件事 禮拜二就報警了 那麼具體處理是怎樣呢 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說一下 請來就有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王繼兒在電話旁邊 早安 王繼兒 早安 葉觀臨 早安 怎麼看這次事件呢 我們表面上看到 就是一個黑客入侵 我們都可以理解到 黑客無處不在 可能都很難可以預防到 這個我們都可以理解 不過除了之外 每一個收集個人資料的企業 都應該做好一些 我們法例上規定保安的工作 甚至乎是他們保存資料 這些規定都要遵守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主動展開這個調查 看看在這些條例方面 有什麼漏洞 或者有什麼錯漏 他們是沒有做到的 我們每一個企業都是會這樣做的 調查方向會包哪些呢 調查方向就是 我們有六條資料保障原則 我們就開始 如果它是因為黑客入侵 主要都是關於保安 以及儲存的期限 儲存期限 現在牽涉到 2012年之前的客戶 38萬個客戶的資料 它已經停用的資料 在公司的負負據說 也都看到是 逢放在線上的 其實拿著這些舊客戶的資料 可以放多久 以及它放在線上的這個處理 你又怎麼看呢 第一條就是 一般來說 一些企業如果收到一些個人資料 它要儲存的話 那條例就沒有定名 是可以儲存 或者不可以儲存多久 一般都看實際的情況 因為有些法例規定 是一些的連閒的 所以譬如是一些稅務的法例 它有規定是可以儲存到7年的 這個都是要視乎情況的 這個是法例裡面 是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不是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儲存7年的資料 因為又有稅務 如果你真的沒有稅務的問題 那你儲存也不會合理的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都是要看看他們的運作 為什麼要儲存這些資料 不好意思 7年那裡是什麼意思 7年那裡有些稅務的條例規定 是有些交易的紀錄 是要在7年之內 是可以再拿出來看的 所以它一定要儲存到 那個法定的那個年限 但是一般的客戶資料呢 可以有沒有現在的規定 一般的客戶資料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一至兩年 我們覺得都可以接受 看看實際的情況 譬如有些是比較快一些的 我覺得譬如有些是一次性的活動 我們覺得如果儲存幾年的話 可能不合理 不過要看看實際的情況是怎樣的 這次個案一、二年之前 還要不知之前多久 其實都起碼一、二年之前 起碼都六年了 是的 沒錯 但是另外第二條問題 就是為什麼會放在線上呢 這也是我們會問的一個問題 因為有些資料 如果是不用的話 當然是要 有些很強的理由 為什麼還需要它放在線上呢 因為線上 莫乃光議員也說了 是很容易被黑客入侵 那如果說 可能懷疑他 現在未知 等你們去調查吧 懷疑他沒有妥善放好這些東西 如果放在線上又不用 又沒有加密 這樣算不算 就已經有可能會觸犯一些條例 還是其實沒有一些條例 去規管你怎樣擺放這些東西 是的 所以 那個保安的技術上的問題 當然是很技術性的 有時候因為 就算我們法例規定 就是你採取一個 叫做切實可行的步驟 去做好這個保安的工作 但是什麼叫做切實可行的步驟呢 又要看看 看看它的資料的性質 還有保安的措施 還有大家都知道 現在那些科技日新月異 那黑客的那些水準就越來越高 變成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靠一些專家 去給一些意見 看看什麼叫做切實可行 十年前的切實可行的步驟 可能跟今時今日不同 所以我們都會在這幾個方向 去取得更多意見 還有去調查一下 事實是怎樣的 現在有沒有法罰的 會不會說他 譬如就這樣放在線上沒有加密 我不知道這個例子是否 舉一個例子 有間公司 放了一些客戶資料在那裏 沒有加密 放在線上 被人拿走了 那會不會可以帶來一些後果給他的 如果我們的結論是說 如果這樣做 是在這麼多事實裏面 發現到是未夠切實可行的 步驟這個標準 那是違規的 我們是會發出執行通知 如果再違規的話 我們才會有這個罰則出現的 嗯嗯 有沒有試過用到這些罰則? 過往我們 我們有 有用過這些叫做執行通知 我們是希望以後在這方面做的工作 保安工作做得好一些 或者達到我們法例的要求 但是大部分 我們這麼多年來 很多企業都是從善如流的 他們都是會跟我們一些通知裏面的建議 去做好 這個是我們以後的工作 就是怎樣去 或者監督 是怎樣他們善後的工作 嗯 很快我想再問回 剛才也問過一個問題 我也想再教清楚一點 就是究竟一間公司 可以保存那些客人的資料多久 這個問題 剛才似乎就說到 有些有稅務要求 可能他有理由要保留7年的 但如果不是因為稅務要求 他有一些客人的 是不是他一路放在那裡 都理論上可以的 還是有個規定是 你多久就要扔掉那些客人的資料 你都沒有再光顧你了 不利是沒有明文規定的 嗯 不過我們就看看這個需要 和我們的事實 當然那個企業是要說服 我們為什麼要儲存這麼久 所以我們說一般來說 我們在這麼多的案例裡面看 都是一至兩年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覺得 如果你兩年以上的 而是不涉及一些財務 或者稅務的一些問題 個人資料 就沒有什麼理由 是要儲存多過兩年 所以如果是有關稅務的那些 當然這個稅務就比較複雜一點 有什麼交易是需要存檔 要將他們的記錄儲存到 到七年這麼長的時間 這個是因為有其他法律的規定 所以我們也要尊重其他法律的規定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個的例子 就是說如果是有稅務的議題 我們就可以接受去到七年 好 我看到有個電腦保安專家 就批評現在私隱條例落後 他仍然說沒有巡查 沒有審計 沒有罰則 幾方面的缺陷 我剩下一分多時間而已 我請專員回應一下 有人說你們的條例 沒有巡查沒有審計沒有罰則 請你回應一下 我們的條例就是 第一就是原則性的 第二就是科技中立性的 因為當年21年前 我們訂立這個條例的時候 主要是希望將這個個人資料的私隱權 做到足夠的保障 當然原則性和科技中立性 就是沒有這麼清楚 而且也考慮到不斷地發展 都很難得這麼清楚的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都是要衡量一下事實 以及現今的發展 或者很快針對了一點沒有巡查 現在不是都要出了事之後 看看怎麼罰他 有沒有平時呢 我們現在是有主動審查的 所以我們法例是比我們 好像我們幾件最近發生的資料外洩 都是主動提出這個審查的 但是是不是出了事之後才審查 巡查有沒有 還是人手可能未必 巡查我們都有的 我們是有巡查的 我們是每一年都是有一些 的行業或者機構 我們做巡查的工作 我們每一年最少做一至兩宗 我們現在都在做一些 在行業性的巡查 但是我們現今都在做的 很快就問一問 這次的主動常規調查 多久有結果 預計 我們盡快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階段 就去問一些問題 當然要靠他們幾快答覆我們 還有得到不足夠 我們希望在盡快的時間裏面 做好這個第一階段的審查工作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做調查的 這個比較長一些 好 先和你聊到 多謝你 黃繼宜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請念衡 請問溫 ama 記怦 在誰 和我 都接上 詞 請問 請 來